新一代電動巴士 他們又滿不滿意新青呢? 都不錯,不過暫時搖了一點 還有冷氣可以勁了一點 都有點興奮 雞不靚嘴? 雞不靚嘴? 雞不靚嘴,靚仔 整個東西青BB這樣 這麼不靚嘴,我好心 九巴又回紅色去 這間巴士第一次落地 吸引了幾十個巴士過來超聲 裏面多人度轉身都很難 大家開心不開心? 開心 九巴買入16架比亞迪B12A電動巴士 會分批投入服務 暫時有兩架行走六號線特別班次 再客量81人 比現役K9R電動巴士多出一成六 充電亦都快兩個小時 只需要一個小時40分鐘 這架綠色的單層電巴 續航力已經超過200公里 其實真的支撐到這個六號路線 全日的服務 因為平時我們就算說柴油巴士 一架車全日可能都是走六、七吋 計算下來 其實用這個電巴都卓卓有緣 九巴說52架雙層電動巴士 會在明年遞港 到時會有80架電動巴士可以用 目標2050年 全線車隊換成電動車 會在車廠增加充電設施 有線電視記者 林文思報道 好 好 好